音乐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学画瀑布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用蓝色 绿色 黑色 黄色 白色 红色 然后我们还是要用两个英寸的大刷子先开始 那我们用蓝色 还是这样左右的刷把它盖满 然后中间的部分我们要加一点点别的颜色进来 好 今天我们不用先等它干了 要连续画一会儿 这里我们要加一点点白色 把上半部分加一点白云进来 好 也是用刷子的一个角 先这样子画出来一点点 然后把中间这个部分涂成黑色 就是陆地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要画一点点小的云朵 就是找一个小一点刷子 好 我是故意把这里放的稍慢一点点 因为我想让大家学一下这个云彩的细节部分 有的时候你就是要反复的回来画几次的 好 你看我有的时候过来拿一点暖色一点一点那个黄色 然后还是要留一些底色那个蓝色在云彩的里面 好 这样子它看起来就必须有层次感 然后就是要花一点点时间过来画一些细节进去 看 这样子你就可以用刷子的一个角 轻轻的点一些白的最后 然后这样子就很漂亮的云彩就出来了 好 然后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时间慢慢去画 好 那个云彩的形状都不同的 你喜欢画什么样子的都可以 然后这里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斜口的刷子 来把这个扇的形状画出来 这个没有太多的困难哈 就一点点画出形状就可以了 那我们调一点深绿色 把陆地部分要画一些个深绿色 就是远远在那里有些树 那深绿色这一层是第一层 然后我现在打的底这里是瀑布的位置 好 这里你找一个比较硬一点点的刷子 那我们画一些个雾的感觉 雾蒙蒙的哈 好 再加一层绿色 那这个树呢就是很远的 它就没有多少细节在那里 你就用这个硬一点的刷子轻轻的点就可以了 也是要点上几层颜色 它有一个层次感出来 好 过一会我们要用小刷子去勾一下那些个树感 这样就有远远的那个树的感觉了 好 然后把我们下边这个陆地的部分 也涂上一点点绿色 备用过一会再过来画 那现在画一层浅浅的那个蓝色 做瀑布的底色 那你看你要按着瀑布流水的方向来画好 然后不要把它一下子都画成白色 需要先打蓝色的底 浅蓝色 或者露一点点深蓝色 然后有石头的部分 记得要留出来 然后我们有的地方 会露出来一些石头的 好 好 你看这里我要换成小刷子 来画那个流下来的水流了 它这个就是水 它不会 就一开始的时候有石头的部分 它不是直的 所以你不要把它画得特别直 让它这有一块 那有一块的弯下来的感觉 对 就这样子 然后到下面它就比较直一点点了 就是一条一条的画下来 对 这样子画 你看都已经有瀑布的感觉出来了 这里我换回来刚刚用的那个刷子 再把这个下面水的部分 多画出来一点点 好 然后要画一些雾蒙蒙的感觉 在这个瀑布落下来的那个接触的地方 好 然后这边要多画一点点 对 给它加一点点颜色进来 看到没 这个水流下来落在水面上起的那些雾 也要画出来的 好 然后这边我要画一些石头 所以你看我现在用的是棕色 然后调一点点浅色 你就稍把那线条勾出来 它就有石头的感觉出来了 好 然后再加一点点浅色 然后那个水里面那里也要加一点 待会用小刷子再回来勾一下细的地方 好 这里我们调一点浅色 把石头的那个形状 再给它多勾勒出来一点点 让它显得明显一点点 好 这里我们要画几棵小树 那它非常小 所以你要找一个 所以你要找一个非常非常细的那种 比较粗毛的刷子 慢慢的点 它就会很小 然后它也不是细节的 它也要回去点几层的 然后用细笔把它那个树梗勾出来 那今天我们这幅画里面要交到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 那我们就没办法每一样都交到了 所以你要反复回来看 好 注意观察我画的时候是怎样用的刷子怎样做的 然后画画其实上就是多注意观察 观察那些细节 你画的越细它就越真实一些 好 我画画也是看别人画 然后就学会了 所以说这个观察是很重要的 好 就像我画这个起雾的地方 怎么能把它画出雾蒙蒙的感觉 那你要学会了 也要不停的去试 要去尝试新的东西 这样你的画才会长进很快 好 你要不停的去挑战一下自己 今天我画到这个了 明天我要试试画另外的东西 好 那我们说的同时 我这里已经画了一些个石头在这里 好 这是两个水的部分是截开的 那个石头那里会留下一些小的水流 好 你看到我现在画在一个湖面上画的这些树道 这些是倒影 好 然后这点也是挺重要的 以后你如果画水的话 那肯定会涉及到倒影 所以你画倒影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先画树道 而且它不用特别清楚的 好 因为它是倒影嘛 那这样子画完了你说 那都把湖面都都已经盖完了 那没有湖面的感觉了 那我们现在就调一点点浅色 你看这样子横着画的 那画完了的感觉就是湖面的上面那层光 好 然后那个倒影还是在里面的 所以说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好 这里我要画一点点那个水流下来的 从石头的空隙中流下来的 好 这里也是像画瀑布那样子 不要画满豆白色 那有白色的地方它就是有水花的地方 好 所以它就是这一点那一点的这样子画下来 那才有更有水流下来的感觉 好 你看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画一点这里 那一点这里 好 这一部分调一点点淡淡的黄色 这个是上面天空的那个云彩的反光 好 这里我会细一点画一棵小树 也是用那个比较硬毛的刷子 那个小小的那一棵 你看我们它还是要有一部分的细节在那里的 你看 我给你看一下那小刷子 然后你点浅色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轻的去点上一下就好 所以它就会沾到一点点浅色在那里 然后你拿那个小的细节笔把它树感的部分画出来 你看小树的感觉就出来了 好 然后地面上那些个草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用这样子的感觉来画 所以那再细一点点的你就要用细的刷子来勾了 好 这里我们要画一棵大树 然后有一棵小小的在这边 好 这个树我们已经浇到很多次了 所以这里就盖过了 好 然后今天这棵小树 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怎么调这个紫色 好 那紫色呢你就用蓝色和红色 然后少加一点点白色就可以调出紫色了 那如果你不会调的话 你可以在店里头买 直接已经调好紫色的了 好 然后这个树的感觉也是 注意不要把它全都盖满了 好 然后我们还是要回来画几层的 那你画完了你就觉得 哎 这个树的感觉就很明显了 你看 你一画上光 这个树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过一会儿我们再把树杆上 给它画一些个亮光点在那里 看到没 只要是你把这些光一画出来 那它立体感就出来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画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然后今天涉及到很多的细节 那你可能要反复回来画 那把这个细节的部分多花一点时间去画 像我瀑布那里的石头还没有画完 好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时间慢慢来加细节 到你觉得画的可以了为止 好 然后呢 我希望你能在我的视频里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那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的画会越来越有细节的东西进来 好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里见了 记得要订阅频道哦 记得要订阅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 订阅频道